可能还有更多更多 可是我们需求很简单 就是一键按下去 1到3月 第一季就全部合并了 OK 那合并到哪里呢 合并到这里 这样逻辑应该很简单吧 只是说以往的做法 你可能就是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但如果你要避免这种复制贴上重复的动作的话 那当然怎么怎么做呢 我先Demo一下 但最基本的方法就按下它 它全部合并了 有没有 那1月的2月的3月的 全部都合并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那只是说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比较快完成 但如果你完全没有头绪的话 可能就是怎么样 因为你想说反正你做的动作都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1月一样也是复制贴过去 2月也是复制贴过去 3月也是复制贴过去 差别是说你必须跑个回圈 第一个是指第一个工作表 第二个指第二个工作表 第三个指第三个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完全没有头绪的话 你可以先用录制聚齐 录制聚齐的话 你就是方法就是游标先放在A2 然后Ctrl Shift向右向下 那不特别注意哦 多次聚集还有诀窍 你千万不要用什么 用那个用这样选的 因为这样选的话 他没有办法追踪到最下面一列的位 Ctrl Shift向右向下的话 Ctrl Shift向右向下的话 他Ctrl向右他就会追踪到最右 所以以后你会增加蓝他一样会追踪到 Ctrl Shift向下他最下面如果有列增加或减少 他一样会追踪到OK 但如果你用这样选的 很抱歉你固定到哪里就是到哪里 所以最大的差别在建议录制聚集 你要懂得用快速键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人不懂得用快速键录下来的聚集 也是不能用的 OK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你要去思考说 但如果完全不会写VBA乘词 但我们先用比较基本的方法来讲 那之后的话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那有了 我们慢慢再把它做的更美化一些些 我们从比较基本开始 所以第一个呢 我思考我的动作一定是什么 游标放A2 所以你可以录制聚集之前先彩排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对不对 然后一样是Ctrl C 对不对 那Ctrl C之后 所以你要记得要步骤 千万不要忘记了 因为 所以一二三月前面步骤都一样 贴上的步骤也是一样 所以切到 第二 第一季的话 其实切过去第一季的话 他会帮你录一行成效 迅持刮弧 然后双引号第一季 点slater 切过来 那游标一定是放在A2 Ctrl Shift Ctrl V贴上 那其实这边会最大的问题是说你第一月 一月贴A2OK 可是问题你二月不能也是A2 如果你A2的话再贴 二月盖过去一月了 然后三月贴 二月也不见 最后只剩一被月 所以这一题最难的就是说 你要怎么知道 怎么样让他可以 比如说你贴一月的时候是从A2开始 那二月的话应该是什么 Ctrl向下 有没有 然后再往下 一个储存格 OK 然后再贴 然后在下面一样 三月的话Ctrl向下 然后在下面一个储存格再贴 OK 那基本上 我们就是可以把刚刚的程式录下来之后 再做修改 所以基本上我录完了程式 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云端上其实也有 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动作 云端上也有 这个是我在云端上把它直接贴过来 那给各位大家看一下 那所以你们待会也可以先试 试着把 1 到8 OK 动作大概做一下 其实呢 我们只有把1到7 录制聚集的话 1到7是录的 那只是说呢 你如果向下一列的话 那这个第8的话是自己补上一行 所以你可能呢 以后如果你要在 那个什么 哎 因为录制聚集要修改的话 你可能还要多学 第8行 也就是说 你让怎么样让你的 程式呢 可以再 往下一列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当你的储存格 所以储存格的话 特别 注意哦 你如果要指向你的储存格的话 其实有一个习惯用的物件 sale 有没有 我们之前用sales 那如果你现在游标所在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你现在游标所在的 这个位置 那这个 如果你在VBA里面叙述的话呢 他就叫Active Sales 你会发现哦 没有s哦 你不能说Active Sales 不可能有 s是负数啦 也就是说你现在游标 只会停在其中一个储存格 然后呢 如果你要拉他往下的话 就是点什么 你会发现Active Sales 他里面也有他的那个方法 向下一列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记得哦 叫Offset Offset之前好像函数里面也有 其实Offset很多地方都会 就会用到这个名称 就是你要什么偏移 不过像AutoCave里面有个指引叫Offset 也是让你往外或往内 那意思是移动的意思 在你的这个地方移动 那接下来的话呢 他会有一个动作就刮弧 刮弧 有没有 你会发现前面有个牵挂 刮弧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说 哎 请问一下你要移动的是几列 有没有 那基本上我们是 如果向下是正 向上是负 所以如果我要向下一列的话 那就是1 如果我蓝的话不移动就0就好了 可是未来如果你要向右移动 1蓝的话 那你就是这边要给1 如果向左的话就负了 OK 懂意思吧 所以以后 假如说 你实在是想要写一行程式 可以让你的程式从 从哪个储存格的位置 你自动马上移到到另外位置的话 你记得用Offset就可以了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然后刮弧之后呢 多一个方法叫 游标放上去叫Slides OK 这样的话他就会怎么样 帮我 除了向下 因为上面这些都是录的都会产生 1到7都录制的 那8的话这个没办法录制 所以我就直接自己写